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 有你真好 又是我们主乐聚会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 同心合一的祷告 父上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我们把今天的聚会 带到你的私恩宝座前 主啊你保守我们 今天的网络 主啊全部都是很横通的 主啊我们特别 把马来西亚这几天的疫情 带到你的私恩宝座前 我们不知道这疫情 要怎么样才能够控制 主啊唯独你 唯独你是我们的拯救 求主你将下你的恩与 在这个国家 赐福于我们 我们若有得罪人 得罪神的 求主你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把今天的聚会 带到你的私恩宝座前 求主你连续我们 怜悯我们 带领我们 让我们今天能够蒙恩蒙福 谢谢你 我们把以下的时段交托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 好我们今天持续讲八福 我们讲到第五福 连续的人有福了 阿们你是有福的 我在这里宣告 你将成为一个连续人的人 今天是母亲节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爱动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 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保住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清新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死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未遇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哈利路亚 今天我们要讲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哈利路亚 讲到这里 我们先要知道一件事情 那就是什么是连续 连续的意思是 看见人的困难 动了磁心 并且是有实际的行动 把能力 把爱 把关怀带给别人 我这里特别圈圈了一个能力 因为为什么 因为没有能力 那你连续人动了磁心 那关怀都不到家 对不对 只在心里面 他不落实 对不对 连续包括什么 连续包括饶恕别人 免别人的债 那请问一下 那如果你没有能力 你怎么饶恕 那如果你没有钱 人家欠你的债 那你怎么免人的债 连续是什么 连续是以善报恶 那如果神没有与你同在 你没有这个能力 你又怎么能够以善去报恶呢 所以基本上连续 前面必须要有一个 很重要的东西 叫做能力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 那有能力 才能够连续 那基本上连续是这样的 你先必须得着上帝的连续 有了爱 有了能力 你才能够去连续别人 我怎么讲呢 那基本上今天你我能够蒙遭得救 那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乃是因为神的恩典 但是你再想想看 我们这些每天都犯罪的人 罪也不承认的人 配得上帝的恩典吗 基本上是神看见我们 起了怜悯的心 然后以行动 连续我们 好让我们得到这恩典 那我这么讲 你是完全清楚了 对不对 并且神是愿意 把他的独生爱子 钉在十字架 流出的宝血 洁净我们的罪 让我们有能够 不再被罪捆绑 我们得到神爱 我们得到神能力 我们才有能力去做一个连续的人 Amen 耶稣4章19节说 我们爱 为什么你能够爱 那是因为神先爱我们 这里就特别的讲到一个故事 在马太福音18章 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 先我连续你吗 就是我先连续你 你才有能力连续你的同伴 这里面是有个故事 那有一个国王 有一个人牵了国王一千两银子 但是国王说 哎呀 我本来是要抓你的妻女来抵债的 但是我就连续了你 他就放了卡 你知道吗 但是这个人住到外面 看到了一个他的仆人 牵他十两银子 他就抓住了他说 快点黄沫 我要带你去坐牢 结果那个仆人没有的还 他把他带去去了 结果有人告诉了国王 国王就讲说 哎呀 你怎么怎么样呢 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 向我连续你吗 这是神在比喻做一个天国的故事 神今天连续了我们 我们这些本来是有问题的人 本来是有罪的人 神说我来不是为义人 乃是为罪人 神却愿意叫他的独生儿子 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 这是一个连续的一个恩典 连续的工作 拯救了我们 而今天我们不是应当去爱别人 连续别人吗 这是一个完整爱的一个表现 阿们 哈利路亚 那我这么讲 我从个故事里面讲 那你就很容易的去明白了 如果没有神 我们就没有爱 没有能力 没有爱 没有能力 我们就不能够成为连续人的人 阿们 我记得我在做戒赌的时候就遇上了这个事情 我很喜欢讲这个故事 重复了很多次 因为我觉得很有价值 有一次我在那个磁场街 那么就 他们透过那个Malaysian Care介绍给我 有一个58岁的Uncle 他因为赌博 妻离止善 全部走了 他没有地方住 我就把他带到我们第一个宿舍里面住 在宿舍里面住没有几天 他透了宿舍里面的人的手机 并且买了个锁头把他反锁 结果三更半夜三点的时候 大家打电话给我说 拨电话给我说 林弟兄啊 林弟兄啊 请你来救我们 当时我还不是牧师 我就跑过去了 我看到反锁了 哎呀我也很伤心 我就告诉他们 我们在那么高的高楼 那个工业管理的非常好 我明天叫人家来开锁还来得及了 OK了 他们就给我个要求 他讲林弟兄啊 你可不可以去找他 我相信他走不远 我就想 这些人有心的 要找还找不到的 好了我试试看了 我就离开了 我就跑进去了电梯 那电梯一进电梯 我就祷告了 你知道我祷告什么吗 你看 我们没有能力去爱人 我们自己很累 我们在选择心 你知道我去祷告 神啊神啊 我太累了 我太累了 你让我回家休息 我待会我就随便 这里随便去寻一下 看不见就算了 看不见就算了 我想早点睡觉 我的祷告不是我找到他 你知道吗 你看这就是人的有限 后来我真的去转了个圈 因为旅行我的承诺嘛 我在7-11看到他在门口 我就跑过去 碰了他的肩膀 他吓了一跳 哇好像看到鬼一样 他就跟我说 我就跟他讲 我这么帮助你 带你去我的宿舍里面住 你为什么在我的宿舍里面 偷人家的电话 没有我没有偷 我看到他手上拿着那个被偷的电话 他说他没有偷 我在你的手上你还不承认 没有我只是借来拨电话给你 他把人反锁了还借什么 我就讲说你要拨电话给我 早不是拨到了 他还要讲借口 他说什么 因为我用人家的电话 不可以用人家的那个卡片 我要把那个SIM卡拿过来 因为这个SIM卡太新了 我不懂得换 我气了 我第一个反应 他有点光头 我第一个反应想盖他一巴掌 这什么 这是人的一个极限 但是当我的手要拿上来的时候 突然间我看到他的样子里面 怎么他的样子长得那么像我 因为神的灵开始在感动我 在告诉我说 你想想看 你以前也没有比他更坏 我是不是连续了你 你今天在干嘛 我叔叔已经拿杀了 怎么办 我就换了换了一个姿势 摸一摸他的头 告诉他 耶稣爱你 我现在带你回去宿舍 完了一讲 牧师你好伟大 你好伟大 我想告诉你 如果我不是得着上帝的怜悯 如果我不是得着上帝的爱 那如果不是圣灵在提醒我 你认为我会怎么做 基本上我不单止没有能力去原谅他 也没有能力去连续他 阿们 所以爱是从哪里来 爱是从神的来 阿们 所以连续是什么 我记得基本上再这么告诉你 我认识了耶稣 我怎么知道我有改变 我怎么知道我有 因为当我给出去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有 因为那一天 我持着怜悯的心 去摸一摸他的头 我就知道感谢主 我信了耶稣 我真的改变了 因为我里面已经有了怜悯的心 并且我能够做出连续的一个行动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 所以今天你信了耶稣 到底你的生命有没有被改变 有没有不一样 你的不一样在哪里 我怎么知道神与你同在 我怎么知道你怎么彰显上帝的荣耀 所以基本上就是当你把它豁出去的时候 当你把它豁出来的时候 当你给了出去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神就在你里面了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 所以什么是连续 连续是神的属性 耶和华有恩惠 有公义 我们的神是以怜悯为怀 就是神本身就是一个怜悯 就是一个公义 哈利路亚 怜悯是什么 怜悯的原文所指的是 可怜一方的可怜光景 注使你一种反应 就是我看到了他的可怜 我有一种感动 那连续是什么 这个感动再加上一个行动 加上耶稣看到我们流离失所 他就开始帮助我们了 天父看到我们失去救恩 起了怜悯的心 然后他就行动 拜耶稣基督为我们定时在十字架 好让我们罪得赦免 恩典就开始有了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 赞美耶稣 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 我们一起来念 耶稣走遍各城各项 在会堂里教训了宣讲天国的福音 又医治各样的病症 他看见许多的人 他看见 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如同羊没有牧人 一半一世对门徒说 要收的庄家多 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们求主庄家的主 打发工人出去 收他的庄家 所以耶稣在讲什么 耶稣说他看见这群人 他就起了怜悯的心 他的慈心就来了 原因不是这些人值不值得救 而原因是这些人因为困苦流离 没有了 牧人就是没有了方向 生活应被罪捆绑 没有了方向 耶稣说我来是为什么 我来是为义人 不是为罪人 不是为义人 对不对 因为他们没有了方向 所以他就跟他的门徒说 你看多么 很多人都有需要 不单止我 你要像我一样去拯救他们 因为我告诉你 有行动的人 Amen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 所以你说 牧师啊 牧师啊 我也有怜悯的心 那我看到一个 气概我帮助他 看到可怜的儿童 我帮助他 我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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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你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 可能你也有看到 可能你也有做一点 好不好 不过 你会不会像我一样 我们自然有一种感觉 那种感觉就是 不是每一个人都值得 你对他好 我们都衡量这个人 值得跟不值得 值得跟不值得 但是你看耶稣的怜悯 因为他本身 就是怜悯 并没有因为 值得跟不值得 如果今天说 值得跟不值得 我想请问一下 弟兄姐妹 我们再看看自己 我们这一类的人 值得耶稣原谅 累次的犯罪 知道了以后再犯罪 所以基本上 连续当中是不带有 值不值得的 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五节 神说什么 他叫热头造好人 也造歹人 将于给义人 也给不义的人 如果神是分好的人 才拯救不好的人 就不拯救 我相信 我就没有办法 被上帝连续 我也没有办法 连续那个偷手机的人 为什么没有办法 偷手机的人 因为我不会去想到说 我比他更坏 对不对 因为当我们回想起 上帝对于我们连续的时候 我们就会起了磁心 然后最大的问题就是 因为得到上帝的爱 我们有这个能力 所以我才可以摸摸他的头 告诉他耶稣爱你 跟我回宿舍 如果我没有得到上帝的爱 没有得到上帝的能力 我就没有办法了 并且给那个人 不是因为他做了任何的事情 因为我被神拯救 也不是因为我做了任何的好事 所以恩典才叫做 白白给我们 不是靠我们的努力 不是靠我们行的功德 不是靠我们的什么 乃是神的慈爱 乃是神的恩典 乃是神的连续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 赞美耶稣 连续是什么 连续是基督徒应该活出来的特质 我怎么讲特质 因为基督徒应当蒙神连续过后 他里面存有上帝的爱 存有上帝的恩典 存有上帝的连续 所以他有能力去爱 他也有能力去原谅别人 他也有能力去接纳别人 他也有种冲动 想别人得着 所以刚才我讲你有才能够给 所以基本上 你是不是真的是神的儿女 你是不是真的改变 我们第一个认识耶稣 就变成神的儿女去改变 对不对 第二个要从我们的生命里面 活了出来 这个才算 Amen 这个叫什么 真的信徒 而不是假冒为善的信徒 所以能够活出年龄的 叫做真的信徒 不能够活出来的叫什么 叫假冒为善的信徒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 我们一起来看雅各书二章十三节 因为那不怜悯人的 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 怜悯源是向审判夸胜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盼望我们的恩主 在审判的日子 以怜悯恩待我们过去一切的过错 那么我们就必须以怜悯的心 宽待我们的弟兄姐妹 Amen 我相信不单是我们见到主的时候 也就是说 你信了主过后 请问一下 你都是不是一直正直 一直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 有吗 你还是不达标 你还是常常会犯馈 只要 你不达标 都叫做罪 罪都缠绕着你 那你需不需要神的怜悯 需不需要来到神的 面前 认罪 悔改 那神这里就告诉你了 你要学习怜悯人 当审判的那一天 这里我们有讲说 你如果没有怜悯人 你就上不到天堂 天堂你还是上 但是审判的那一关 你真的有点难过 好不好 我相信不单是那一关 而现在 你也必须要受到神的怜悯 若没有神的恩典 没有神的怜悯 恐怕我们的日子 真的不好过 所以基辅这个圣经 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应当是怜悯人生 就是你里面要活出上帝的怜悯出来 那个才算是一个基督徒 哈利路亚 主导文也告诉我们说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人的债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 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所以神告诉我们 要有连续的心 要懂得免人的债 要懂得 免人家对你不起这样那样 要懂得饶恕人 当然这容易不容易 这当然是不容易 对不对 那连续是什么 连续是 连续人是持有的一个态度 罗马书十二章八诀 做劝化的就当专义劝化 你做辅导就好好的专义 好不好 施舍的应当很诚实 治理的就当很殷勤 连续人的呢 要甘心日益 哈利路亚 所以连续人神不单止什么 还要看我们的态度 不管这个人对跟错 从我们做戒赌 如果我们要平衡 那个赌徒值不值得 我看一个都不用戒 因为没有一个值得 你再回看你自己 你值不值得 你我不懂了 我就告诉你我也不值得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所以整个观念就是这样的 你可以从谁的身上里面看到 你可以从约瑟的身上里面看到 那约瑟给他的哥哥 哇 出卖他们 出卖他 对不对 我要杀死他 但是后来没有杀死他 就把他卖了去当儒父 后来约瑟在埃及里面做了宰相 神给约瑟聪明智慧 让他懂得让他看到一梦 为这个法老王解梦 帮法老王做了一个很好的管理 去年的丰盛 那去年的这个饥荒 所以那个时候 因为迦南地发生了那个饥荒 所以他们的这些兄弟 就是雅各的其他的孩子 就来到了这个埃及 约瑟认的是他们 这群就是害我的人了 那约瑟请问一下 约瑟有没有害他们 约瑟饶恕了他们 约瑟免得他们的债 你说牧师怎么知道 你看后面创世纪的那个经文 就更加的懂了 对不对 好 约瑟后来给他的长子 起了一个名字叫马纳西 马纳西是什么意思 马纳西就是忘记参加三纳 求你帮助我 忘记了我这些哥哥们 对我的一些事情 他们把我卖到埃及里面做奴仆 那后来我还被害到关境监饶 但是神 他们的心意是害我 但是你的心切祝福我 约瑟就通过这条路走的宅相 你知道吗 约瑟还以上报二 约瑟47章12节 约瑟用粮食奉养他的父亲和他的弟兄 并他父亲全家捐属 都是照各家的人口奉养他们 并且他们的儿儿女女子子孙孙 约瑟全部每一个都照顾 所以你看到他不单止有饶恕的心 所以我常常祷告说 神啊给我的弟兄姐妹们 都有像约瑟这样的恩典 那个恩典是怎么样 把不愉快的事情全部忘记 把得罪你的人全部都饶恕 哈利路亚 在这里也为你祷告 父神感谢你赞美你 我把我这家的弟兄姐妹带到你的十恩宝座前 主啊我们当中 主啊有什么人我们不能饶恕的 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能力 让我们有这个能力 主啊因为你也同样的为他们的罪 被钉死在十字架 你的宝血洗净了 洗净了一切的罪 主啊我知道我软弱 主啊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悦色的这个恩典 就是我们能够忘记一切的伤害 忘记一切的伤痛 有能力去原谅每一个人 告诉每一个人 谢谢你赞美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哈利路亚 所以在这里把这个恩典 先赐给你哈利路亚 感谢主哦 所以罗马书在十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也这么说到 所以你们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 渴了就给他喝 因为你们这样行 就是把炭火对在他的头上 在冷天的时候把炭火放在头上 让他温暖 你不可以为恶所胜 凡要以善胜恶 因为基督徒你的特质就是神为你取共义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赞美耶稣哦 所以好 最后我用这个图来让你去了解 神的连续降到了蒙恩得救的人 神的连续降到你我的身上 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的好事 那是因为我们得了神的恩典 神连续我们 加上了行动 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了十字架 好 所以我们的工作 基督徒的工作 要展现出基督徒的特质 就是叫做什么 聚成神的连续 成为连续的人 我们要让神的这个特质 当我们神在我们里面 我们也在神里面 那我们就聚成了神的这个特质 当你看到的时候 你就自然会赋予行动 不单止起了其实心 还要赋予行动 那你就会成为一个什么 你就会成为一个连续人的人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哦 那么你就得着连续人的生命 所以连续人是什么 是基督徒生命的流露 基本上 你恩赐多好 你有多恩高 哇 你为人祷告并又得医治 但是你的司奉 如果不是带着连续的心 恐怕你的司空 是没有果效的 你的司奉并不讨身喜 阿们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跟基督联合 产生了一个特质 从我们所扩出去的 让我们能够给予出去的 彰显出上帝的荣耀 阿们 那得着连续的生命就会怎么样 基本上出现了两个情况 第一 活在神的连续中 就是你这一生都蒙神的连续 你需要什么人连续吗 你从旧约里面看 出现了三十次的连续 当中有二十五次 都是讲神连续人 阿们 人即需要神的连续 而不单止神的连续了我们 而我们里面也留着 连续的生命 而把这个生命彰显出来 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人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 所以连续的人 必蒙连续 连续的人也成为别人的祝福 连续的人也把福音传了给别人 阿们 所以神期待你 不单止你有个连续的神 你也是一个连续的人 我把今天的事情做一个总结 做一个总结很简单的告诉你 总结就是连续的人 可以持续不断的带出上帝的连续 不只是带给别人 也是带给自己 好了 我们有一天到天国里面 到审办座里面 我们能够面对上帝 哈利路亚 感谢主 赞美主 所以你要成为一个连续的人的人 你说牧师 我里面还有一些苦毒 我里面还有一些东西的不能老书 那愿神今天去帮助我们 我来为你来做祷告 父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主啊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一个成为连续的人的人 主啊我们感谢你当中你 我们什么时候软弱 主啊你什么时候让我们刚强 你赐给我们月色的恩典 让我们忘记 让我们有能力去原谅一些伤害我们的人 主啊你也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荣耀 活出你的爱 当我们看见有需要人的时候 主啊你不单只帮助我们动了慈心 而是我们有那个动作伸出我们的手 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让我们这个教会 主啊我们有这个戒赌的事工 主啊你让我们懂得 不是看知不知得 乃是因为神的连续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愿意帮助这些赌徒跟赌徒的家人 谢谢你让我们教会 主啊我们也有这个特殊孩子的工作 主啊你让我们有个连续的心 来帮助这些家庭 能够找到耶稣 找到喜乐 谢谢你赞美你 我们相信连续的人里面就有一种叫平安 主啊你把这个平安放在我们的心中 谢谢你赞美你 荣耀都归给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Hallelujah 有你真好 有你真好